然后这时候就是拿着牌子 然后这时候可能去公园 去市场之类的 然后这时候五点到七点之间 提醒大家说 2月14号请记得站出来投票 这都是自发性的行为 很有机的 并不是说我们牌的计划 有命令之类的 大家去做 而是说这些公民们 就自己站出来 最后这样子不停地努力之下 然后我们终于推动到 奎为20年来 就将要罢名投票 纪委员刚刚说 如果有赌盘的话 他一定压缩 一定不会过 你觉得呢 在这边的话 真是好能讲的一个问题 不过不管怎么说 就是因为我们就是 现在正在推动罢名权 其实我们最重要 我们希望带的十支影响力 是让国会可以知道说 今天他们如果胡搞瞎搞的话 举例来说 可能像蓝委第一名的蔡委 他可能今天出席率 就只有54% 他可能上个会期的 执行率只有两次而已 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民意就是会产生反扑 我们公民就是会觉醒 今天对于 你们如果表现得不好的话 我们会试着把你一票一票的拿回来 当然对于现在是 实际上这些委员们是 被这个制度保护着 所以说今天如果他们表现得不好的话 所以他们还是可以老存在在 因为光是罢免第二阶段 就有30天的限制 像以美国来说 美国各种规定不同 可是他们的一般联署期间 也都有90天到180天左右 可是台湾只有30天 所以导致今天罢免全入线已经有70年了 可是真的进到罢免投票也才两次而已 那到这次到底有没有机会过呢 当然很多人是很不乐观的 因为毕竟像台北市长那么热闹 也才68%投票率 而立委服务学我们也看到了 对啊 甚至才三成左右 可是我们这次却 对 我们会需要说两个人中一定要有个人出来 所以说变成还是得在这边大声的呼吁到大家说 这一次邀请大家 不管你是支持蔡正元委员 还是反对蔡正元委员 或是想要投废票也好 你有投过罢免票吗 真的没 这很少有这机会啊 这光荣的一刻啊 一定要是出来投个票 拍照打卡一下 告诉大家说 你有领过这个珍贵的罢免票 现在光是拿到罢免公报 都是一件很酷很凋的事情 因为很多人都会在粉丝页上面说 有没有机会可以那个 看看罢免从头上 本台的立场就是说这么多年来一直都是不变的 就是绝对不宣传214罢免蔡正元的这件事情 或者是说我们努力的宣传214不罢免蔡正元的这件事情 或者是说我们不说了 对 我在讲的是 其实在很多人的心中可能会觉得 这只是蔡正元委员跟一群太阳花分子 他们在闹 可是事实上这一次我想要请教一下 纪委员 刚刚看到了蔡委员的脸书 我觉得他也在针对太阳花透极太阳花分子 但是我们看到公民运动一波又一波 甚至我们看到85万人站出来这样的一个场景 那这些公民真的都是政治学生 政治分子吗 如果还用这种眼光去看的话 我们会不会太小看现在公民或是年轻的学生 这个我想对于罢免行动 蔡正元委员他应该要坦坦面对 虽然通过不易 不过这些年轻人毕竟在写历史 不管结果怎么样 我觉得应该至少是相当辛苦 不管罢免票投有几票 我觉得也是他们的成果 不过蔡正元委员 恐怕他跟年轻人的沟通还有待加强 不是他人不好 其实他过去在担任我们国民党文传会组委的时候 那时候表现年轻人太喜欢他了 不然怎么能当文传会组委呢 等同部长 可是后来大概有很多事情 让他整个思维或者怎么样 价值观起了一点点小小的变化 我不得而知 但是他仍然是一个相当优秀的人 但是我是希望这样子 反正就坦然 而且冷静的面对 我是建议他 他是大我几岁嘛 同事之外也是老大哥 我建议说 就不要跟这些相关的罢免的成员在那边 打去够 我觉得那个意义不大 不过要重申一点 行政院讲说 因为行政院长因为是负责这个官署的安全 所以不能策告 我觉得这个理由是不恰当 负责 行政院长他的责任跟义务是负责官署的安全 那又不是警卫 他是负责国家安全跟民众福祉嘛 他还把他整个层级拉高嘛 你用这个理由说我不策告 原理说我要负责官署安全 对不对 那现在都要保全啊 所以 我是觉得这样子啦 已经 118人已经被取诉了 以前是梁三宝是108条 还多10个 对 114 我坦白讲 从头到尾我都不敢鼓励这样的行为 因为站在我们今天立法委员的立场 我不可能说你们来攻占立法院 那我们都还要欢迎光临呢 不可能啊 但我们是不喜欢这样子啊 可是这个事情你要想说前面后果嘛 如果没有什么事情 你欢迎光临他也不会来啊 所以我是觉得这个东西 不管说我们全国各界 包括政府 包括我们在野执政 都应该彻底检讨嘛 为什么我们这些 在朝在野 燃绿各党派立法委 没有办法来处理这些事情 还要劳动这么多人冲进立法院来呢 这我们应该面对 而且谦虚来检讨 我们哪里到 到底哪里做的错 所以 摇上他不会 我们什么事 是 ! 那 什么事 我 我 就是 是 是 我 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